屯門發生企圖搶劍案 一個74歲伯伯 星期二獨自在屯門市廣場銀行 貸款14000元後乘巴士回家 一小時路程一直被跟蹤 去到三公里外的湖催路 被美徐策人企圖搶去裝有現金的赤咩袋 警方接報後翻查閉路電視 迅速鎖定疑犯住所 同日夜晚在55歲疑犯離開住所時將他拘捕 初步相信他單獨並有計劃犯案 疑犯涉嫌企圖搶劫而襲擊 現成被拘留吊賊